大家好 这里是阿尔科技 今天我要来拆两台iPhone的最新产品 大小11 由于产品的设计对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 所以我要由外而内的去了解它的构造 至于我更了解产品 才能对接下来的维修有更好的掌控 这样的话可以减省我们的维修时间 也可以大大的节省客户的等待时间 那么在拆之前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几天我对它的使用感受 首先是屏幕 还是沿用了XS一样的刘海屏 尺寸也并没有变化 显示效果上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差距 新出的木绿色对于我来说确实挺好看的 背面的磨砂玻璃拿在手里也很有质感 在续航方面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个质的飞跃了 实际的表现是我从早上用到晚上 然后回家还有将近一半的电 而且它还自带了一个18W的快充头 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让我忘记充电 在性能上面A13的处理器相比上一代 给我的感觉就是爽 超级流畅 相机方面它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加入了广角和长焦的镜头 由于我平时拍照都是用相机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这是和上一代机型的对比样张 实际效果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如果大家的预算够的话 那么就是买买买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拆打 为了不让大家审美疲劳 我这里直接拆了一台黑色的MAX 大的 我先把这膜撕掉 好 盖子拿起来先 还可以 这个质感黑色的还不错 它这次背面是没有贴膜了 就只有前面 我先把它撕掉 这个屏幕的效果 看起来是可以 盒子里面保修卡 充电头 耳机 还有数据线 也就比较简单 好 我把这个小的拿过来 跟大的给大家对比一下 右边这个小的是我自己用的 大的 跟以前一样 差距没多大 好了 我先把尾部螺丝先取掉 拆屏幕的时候 大家可以先预热一下 因为它这一代这个胶 比上一代确实是老了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一家拆的话 要注意一下 可以先加热一下 嗯 不错 很惊艳 很整齐 它跟上一代的MAX对比的话 这个电池是容量大了很多 然后它现在是做成一体的了 之前是分段式的 然后它的左摄像头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这个盖板都跟上一代几乎一样 你看 多了一个 它所以延伸出来 多了一个像头 它就把它延伸了一个盖板出来 其他都差不多 但由于苹果都是把像头做在这个边上 那么在摔的时候 如果摔到这个角落 正当像头损坏的概率就比较多了 特别像7P 8P这块 我们换像头的这个概率非常大 它不像安卓机很多都设计在中间 重摔的话 可能像头不容易损坏 它的面容的话 跟上一代 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松松垮垮的 那么在我们实际文学当中的这个面容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可能是震荡的原因 就是进水也好 或者摔也好 就特别容易坏 然后坏了还修不好 因为它自己这个像头做了一个加密的处理 所有的传感其实都是加密的 你单独坏了也不能换 它原先的这一代 这个线是压在电池下面的 可能还稍微稳一点 但是现在这一代 它就把排线放到外面来了 所有的都捋在这个边上 我们来看一下 动起来的话可能幅度会更大一些 这个可能会稍微小一些 震动器是比上一代小很多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从维修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这个排扣设计的比上一代强多了 它上一代这个座子这种线扣的比较乱 这边会比较整齐 再一个就是它的触摸座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它跟这个显示屏做的比较近 我们在拆装的时候比较方便 其实苹果X那一代我是比较讨厌的 因为它设计的下面凹槽里面扣也不好扣 XMAX相对好一些 但是由于XMAX的触摸的小板 它也是双层的 由于它比较小 它在摔的时候容易虚焊 我们最新的这一代 它是整个结成在一块上 就没有再做这个小板了 它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容易虚焊一些 还有就是它这个尾叉 你看上一代它是这样折弯的过来的 扣也不是很好扣 那在我们后期维修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扣一个外配去尝试一下 需要把它这样子折过来去扣 而这个就不一样 你拧开以后这个排线可以打开比较长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好我把这个摄像头罩子先拿掉 这个摄像头三个也很好取很轻松 一下就掰下来了 这个看起来也是很精致的 然后把这个固定主板的螺丝给它都拿掉 然后把这个主板给它拿下来 拿下主板之前 记着一定要先把这个卡槽给它戳出来 要不然拿不下来 这个主板设计的真的是很完美了 这是它大小的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POLO跟MAX的主板就是一模一样 包括它的坐姿形状 反正几乎是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的图 它跟上一代XSMAX的主板有一点差距的 比上一代要宽一些 但是要短很多 这样可以节省了很多的空间 其实它这个主板怎么讲呢 我修了这么多年 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喜欢 两台机制我们都已经把它拆了 然后主板 项头 面容 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最主要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通用的 我觉得 因为都长一个样 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就要来拆它的主板 先分层 然后像硬盘 CPU 这些主要的元器件的一个拆解 由于它这个是有通用性 我们把这个小款的Polo 然后改一下 看能不能改一个MAX出来 把小的主板改完以后 装到这个MAX里面 然后刷机 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好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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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